或许大多数的人,都有在机场里度过比预期要更长得多的时间,有的人是因为航班延误,而有人可能只是没时间坐飞机等待下一班飞机。 但是,有那么一些人的命运,则要更加的糟糕,他们被迫在机场住了几个月,有的甚至是几十年,甚至有一部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幸福终点站》,就讲述了这类真实的故事。 今天,杰瑞将为你带来,九个在机场停留了很长时间的人,有的人至今还住在那里。 1.梅赫兰纳赛里 最著名的伊朗奈民,启发了斯皮尔伯格拍摄电影。梅赫兰纳赛里的命运,甚至启发了斯皮尔伯格,拍摄了电影《幸福终点站》。 从1988年8月26日,到2006年7月,纳赛里在巴黎的戴高乐机场,整整住了18年。 当然,电影中就是电影。 纳赛里的真实故事,与好莱坞的改编电影非常不同。 1977年,因为参与抗议政府的抗议活动,他被驱逐出了伊朗。 之后,纳赛里在欧洲国家寻求政治庇护,并在比利时获得庇护。 但由于纳赛里的母亲是英国人,他决定搬到格拉斯哥。 在途中,他丢失了一份包含所有档案的公文包,并且此时他已经到达了伦敦的西斯罗机场。 当纳赛里试图通过护照检查时,他被送回了戴高乐机场。 法国和比利时,都向纳赛里提供过居留许可。 但纳赛里拒绝签署档案。 因为他们表示,他是伊朗人,他希望被认定为英国人。 纳赛里在机场的住宿于2006年7月结束。 在当时他因为身体原因住了院。 出院后,他被送到巴黎那名收容所的一个地方。 并且被留在那里。 2. 达尼斯·路易斯·德索萨 16岁时去了机场。 然后在那里待了19年。 几乎快20年了。 达尼斯·路易斯·德索萨都没有离开过圣保罗国际机场。 他在与继母发生冲突后,被迫离开了家。 但是他并没有打算在任何地方飞离巴西。 因为他对目前自己的住宿地方非常满意。 如今的他已经35岁了。 但他依然继续住在机场里边。 而且压根就不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3. 桑杰伊·沙阿 一个无法飞到任何地方的人。 因为他拒绝了自己原本的公民身份。 来自肯亚的桑杰伊·沙阿。 于2004年,带住英国护照抵达英国时。 被拒绝了入境。 此前他因违反英国公民身份法,而被认定为无国籍。 因为在去欧洲之前,他放弃了他的肯亚护照。 所以实际上,沙阿仍然是无国籍的。 而肯尼亚当局和英国高阶委员会的官员告诉他, 他可以离开机场,并在他的申请被处理期间留在肯亚。 而他自己又害怕如此一来会危及他返回英国的机会。 所以他决定留在肯亚的内罗比国际机场里边。 为此他住在内罗比国际机场整整437天。 并在后机室和移民服务台之间不停移动。 他在机场的洗手间梳洗,并施在机场餐厅工作的人给他的食物。 由于媒体和公众的密切关注,沙阿最终获得了英国公民身份。 现在他与他的家人住在了一起。 4.小泽伊朗 一位不想回家的日本记者,并梦想永远留在俄罗斯。 小泽伊朗声称,自己是一名依批评日本的言论自由状况而受害的记者。 因此,小泽伊朗拒绝从俄罗斯飞回他的祖国。 在2015年5月1日,抵达莫斯科以后。 他原本应该要在5月29日飞回日本的。 但在那天,他也的确前往了机场,并通过了安检。 但他却没有上飞机,而是待在了距离大门的拐角处。 并因此在谢烈梅杰卧机场住了185天,直到他被遣送回国。 证明日本男子希望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 但据律师所说,向他提供政治庇护是不可能的。 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他在他的祖国受到直接迫害。 5.穆罕默德巴基西 赶赴哈萨克寻找爱人 但被困在机场三个月。 巴洛斯坦难民穆罕默德巴基西,在2013年前往哈萨克。 准备与其计划结婚,并且怀祝孕的女友见面。 由乌穆罕默德的档案存有问题。 所以这对夫妇没有时间参加婚礼。 后来,穆罕默德决定从哈萨克飞往土耳其,希望在那里延长哈萨克签证。 但他在土耳其边境被拒绝入境,而且还被遣返回了哈萨克阿拉木图。 因为他没有有效的签证,所以也没能够从机场离开。 为此,穆罕默德在机场里待了三个月,一直到他被允许前往罗马尼亚地密什瓦拉的难民中转中心。 后来他在芬兰获得了庇护。 6.哈方阿尔-孔塔尔 住在杭站楼的过境区,害怕回国参与战争。 哈方阿尔-孔塔尔,于2011年在叙利亚内战开始前,就在迪拜工作了。 他知道如果他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将不得不参与战争。 所以,哈方在工作宣证到期后留在了阿联酋。 但最终在2018年3月,他被驱逐到了马来西亚。 在被拒绝进入柬埔寨、马来西亚、土耳其和厄瓜多尔后,他停留在了吉隆坡机场的过境区。 在机场的208天的时间里,他睡了在楼梯下,在残疾人厕所洗澡,吃住其他乘客捐赠的食物。 后来,关于叙利亚人被困于马来西亚机场的故事,被记者广泛报道。 这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关注。 来自加拿大会斯勒镇的媒体关系,顾问劳利库珀和几位朋友。 一起组织拯救了他,并帮助其搬迁到了加拿大。 如今,他方住在了温哥华以北的一个小镇。 7. 叶元洪 居住在墨西哥机场美食广场的日本人。 叶元洪于2008年9月,飞往了墨西哥城。 然后在贝尼托华雷斯国际机场的第一行站楼的美食广场里,度过了117天。 而因此成为了当地的名人。 墨西哥新闻节目经常谈到他的生活。 虽然这个日本人并没有透露,他为何在此的确谢原因。 叶元洪于2008年12月31日,与一名陌生女子一起离开了机场。 他邀请她在墨西哥城的公寓过夜。 2009年。 当地媒体报道,叶元洪在几天后,带住六个塑料袋,以及新衣服和毯子返回了航站楼。 但如今,关于这个日本人的命运,已经成为了未知。 因为在过去的五年,都没有人看到他。 8. 伊萨穆罕默德 一名被驱逐出以色列的耐吉利亚人,并且不被允许进入任何其他国家。 耐吉利亚人伊萨穆罕默德,曾在以色列非法居住了八年。 但他最近被抓获,并送回了他的家乡。 然而,耐吉利亚海关官员,拒绝让他进入。 并声称在以色列发给他的临时旅行证件是假的。 自2018年11月以来,他就住在了伊索比亚地斯亚贝巴机场,目前仍然未离开。 因为以色列和耐吉利亚,都不允许他入境。 9. 爱德华斯诺登 从美国逃到俄罗斯的前中央情报局官员。 2013年夏天,这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向媒体提供了有关美国情报部门全面监控的秘密资讯,并在世界各地声明确起。 不久,他就被美国指控从事了间谍活动。 斯诺登甚至被列入了国际通缉名单。 关于他的故事,甚至还被拍摄成了电影。 他设法逃离了美国。 先是去了香港。 然后去了莫斯科。 与此同时,他在谢烈梅杰沃机场的过境区,停留了39天。 他原本计划飞往厄瓜多。 然后在那里寻求政治庇护。 但美国方面迅速撤销了他的护照。 而且他也没有可以从俄罗斯飞走的其他有效档案。 2013年8月1日,斯诺登在俄罗斯接受了临时庇护。 直到今天,他还住在俄罗斯。 但由于安全原因,他的确切位置,尚未被披露。